被婚姻伤得体无完肤的女人回到家乡 却不想看到的却是一座荒地 心爱的奶奶不见了映入眼帘的是奶奶的粉种 雪舞悲痛欲绝 当初她为了兰陵王抛弃奶奶 如今她和兰陵王的感情却走到了尽头 她觉得这一切太不值得 万般后悔下 雪舞决定削发维尼 从此不再过问世事 宇文雍见状 连忙使记将她拦了下来 结果发现了奶奶留给雪舞的信 原来心爱的奶奶始终以她为荣 这晚她梦见了奶奶 奶奶告诉她 当初雪舞不惜武力自己 也要追随兰陵王 正是为了要保护这位乱世的英雄 让她免于非难 如今不应该因为一个女人的介入而忘了初衷 你以保护蓝陵王为你一生的使命 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奶奶制止你 那是因为奶奶心疼你 可是奶奶一直以你为荣啊 醒来的雪舞明白了奶奶的良苦用心 决定振作起来 为了不让雪舞受到伤害 宇文雍祈求她随自己回中国 并且承诺为她建造一座一模一样的白山村 正当雪舞为之感动时 不想此时蓝陵王根据线索找到了这里 放开我妻子 这是你妻子吗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拥有她 轻逼子 卖眼魂 两人瞬间打得不可开交 可是没想到就在两人打斗的过程中 马贼竟然正脱了绳索 趁机挟持杨雪舞 还逼迫宇文雍以自残的方式 换取杨雪舞的性命 假如你现在自残 将你的血衣送到府上去 只要你能给我换了大笔的赎金 让我满意 我可以考虑将蓝陵王妃卖给你 没想到宇文雍真的愿意自残保雪舞平安 可马贼却突然反尔 趁机擒住了蓝陵王与宇文雍 还好此时周军及时赶到 一举将马贼拿下 事后雪舞越过宇文雍 静止走向了蓝陵王 见雪舞如此关心蓝陵王 宇文雍明白了一切 皇上您受伤了 请赶快回宫医治 你们的 你们两个没伤势 都要赶快处理才行啊 不用 你照顾他吧 深举会帮朕疗伤 他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独自一人失落地走开了 拿着宇文雍前脚离开 高伟魏博美人一笑 执意要将所有的马贼活活烧死 四月文言极力劝阻 按照惯例 一旦升勤匪徒 最应该怀柔招降 而不是草菅人命 我才是太子 要是再以下犯上的话 我一定不饶你 尤其是你 杨雪舞 我一定拿下你 就这样 因为剿匪一事 让蓝陵王与太子的嫌隙加深 而太子丧心病狂的行为 更是惹得皇帝勃然大怒 你好无容忍之处 怎为一国之太子 杀人容易 服众来 若只要你张嘴下令杀人 朕还要你这太子何用 皇帝恨铁不成钢 把案规定 只能赐予太子的大张欲赏给了蓝陵王 皇帝此举 让太子对蓝陵王更加憎恨 眼看四爷与蓝陵王冲突不断 雪舞想起奶奶当日的预言 蓝陵王是五爪凤凰 他注定要死在自家兄弟手中 为了让四爷避开灾祸 雪舞找来太师和五爷 一同劝说四爷急流勇退 最终四爷答应下来 带着雪舞暂时归隐山林 谁知四爷前脚刚走 太子为了邀功 想办法为国库筹得一笔巨款 可他不走正当 而是通过卖官预决 再短短的一个月 解决了国库空虚的问题 得知此事的皇帝再次勃然大怒 原来那些买官做的人刚上任 便开始洗劫百姓 惹得一片怨声载道 太子的种种行为让皇帝失望至极 他下令即刻召兰陵王回宫 宣布传位一事 太子以为自己大势已去 准备带着正儿离开皇宫 太子现在唯一生路 就是趁兰陵王还没回来之前 夺取皇位 大胆 要我传位